班辰議員 各位媒介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今日我們約見行政長官辦公室 就着两个议题提出意见和要求 第一个意见就是关于政府打算成立的100亿抗疫基金 我们总共提了14点建议 稍后我们都会透过新闻稿 将我们具体的意见发给大家 简单来说现在疫情一直蔓延当中 市民是非常艰难 所以要怎样善用好抗疫基金 帮助市民共度时间 特别未来可能面对失业 以至开工不足的情况 政府是要高度关注 除此以外我们也都关心到医护人员的压力 我们都要求政府向他们发放额外津贴 我们也都关注到在境外的香港人 政府要尽力提供一切的支援 包括现在是在湖北省的 也都包括在广东省或者其他省份的香港人 由于现在实施了新的出入境限制措施 要进一步支援他们 除了是怎样善用100亿个基金之外 我们也都特别是将现在香港的口罩 口罩那个缺货以至抢货台价的情况 向行政长官办公室清楚反映 我们要求政府是不能以自由市场作为理由 是不去处理这件事 过去市民对于政府在口罩供应 以至是口罩价格方面不作为已经是忍无可忍 我们要求政府是要有措施 包括将部分CSI的口罩派给弱势社群 在价格方面是要设限制 这方面我都请周浩鼎议员会再讲一讲 我先请周浩鼎议员讲一讲 在口罩方面的我们的要求 好 谢谢主席 今天的会面我们很严肃地再三要求 特区政府是尽快采取恰当的法律措施 规管现在市面上口罩的销售 以确保不要再有炒卖 也都是确保市民是可以买到口罩 法律的措施当然就包括 我们曾经一直都提到的储备商品条例 都是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框架 去处理怎样的管制 但是我们也都再三表示 除了处备商品条例之外 总之有任何有效的法律措施的途径 可以是有效地去规管到那个口罩 在市面上的销售 确保到打击惨坏 我都认为特区政府是必须要做 如果它再在这个口罩的处理上不作为 是会招致到社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市民的怨气 这个是它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同时我们今天也都提出一个诉求 就是说 现在在特区政府里面有一些口罩的处备 我们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拿一部分出来 是将它们给一些特别的社群 包括是在做清洁的前线的职工 其实这一方面要确保他们是可以有口罩的供应 另外一些就是一些老弱的长者 我们觉得特区政府应该有责任要确保这些社群 是可以拿到一些口罩的分配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看到这张图随便在社区都认到的 现在口罩价格已经超过一千元一盒了 很多市民其实是叫苦连天 所以我们已经是再三敦促政府 必须是急市民所急 必须是要不要再离地这样去想口罩的事件 口罩不是现在在防疫的阶段 已经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概念可以处理 必须是急市民所急 必须是要政府要有措施去介入 关于抗疫基金 我就请郭佩帆议员和陈恒彬议员 讲讲我们其中一些的建议 我们希望政府要设立抗疫基金 亦都要善用抗疫基金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各行各业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有提到当中包括有运输业 酒楼业甚至乎幼稚园 因为尤其是幼稚园 现在小朋友是不需要上学 今天教育局也宣布 上学的日期会进一步延后 但是在这段时间 家长可能又要加学费 但是幼稚园呢 如果家长不加学费 幼稚园又会营运不到 所以在抗疫基金那方面 我们都希望政府可以有所支援的 另一方面在酒楼业等等 其实已经有个结业潮在那里 但是如果政府在这个时候 可以善用他们的基金 也可以帮助到这些行业可以顶住 大家知道跨境行业是完全停顿的 尤其是一些跨境的巴士 已经全部都放在那里了 但是他们又要公车 司机又要开工 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各个大厦 在这段时间 可能有些人士在家里隔离 有些可能是确诊了那栋大厦 那栋大厦也是需要花很多额外的金钱 人力资源去清洁 去确保环境卫生 希望抗疫基金也在这方面可以顾及得到 所以我们向政府提出 是不少一百亿的抗疫基金 同时间今天我们感觉 政府在抗疫基金的问题上 是态度积极的 关于抗疫基金我们今天提出 其实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快和准 要有针对性 所以我们今天也提出了 一些行业是希望政府 是特别去关顾的 刚才陈良彬议员也有说 也可以包括比如旅游业 保母车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零售业 其实都是面对很大的打击的 我们就比较担心 抗疫基金始终都要来立法会 我们都希望用特事特办的方式 尽快可以在立法会里面 通过到这个基金 尽快可以发放出去 因为现在我们始终是艰难时期 我们很多市民都很希望 尽快可以得到这方面的支援 口罩方面我都想补充几句 最近就是越来越多的市民 就很担心这个口罩供应不足的问题 我们面对就是其实街上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口罩买 但是价格就非常贵 几百元至到千多元一盒口罩 对基层市民来说是不能负担的 所以很多市民就觉得 我看到但是我又买不到 我需要上班出去 但是我又没得用 所以我们今天都特别向特首办 反映了市民那种忧虑和愤怒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就是不能不作为 如果继续用佛系的思维不理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因为价钱已经炒到非常之高 我们其实天天都跟不同的供应商去谈 关于采购口罩的问题 我们就发现其实都是有炒卖的情况 不只是零售方面有抬价 其实入货价不断炒到非常之高 当你入货价炒到这么高的时候 其实零售价又不会低得去哪 我们也很担心有一些不良的商人 也有团货的行为 所以这方面政府不可以完全不去处理 如果政府不处理的话 其实市民一定会 整个社会的气氛只会更加差 对整个抗疫是没有帮助 防疫用品 无论口罩或者一些清洁的用品 消毒的用品 其实都应该当是一个战略物资去处理 所以我们都是再三敦出政府 必须要做事 不可以不做事 好 看一下有没有补充我们的成员 好 有没有媒介朋友有问题 政府有没有说 就是特别呢 你提出那么多建议之后 他有没有说 很大可能会采纳 还有刚才EQ也说 觉得有些罚牌 就是处理口罩上 其实他们没有交过 其实现在还有多少处备 究竟会不会接受你那边 派一些CSI口罩给基层 或者清洁一些员工 谢谢 政府 如果政府再用过去 不作为 认为是自由市场 可以处理的话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市民也都不能够再忍了 那我们将这个讯息 很清楚 很清楚 告诉他们 我们希望 政府明白 市民 那个痛苦 政府是需要 用各种方法 去介入市场 增加供应 支持本地生产 派口罩给弱细社群 限制口罩的价格 我们认为 政府可以做的是很多 需要用各种方式的 市场 区别人 Second question, which are the sectors that you feel the government is missing out and that you highlighted in the earlier reading? I think we have raised 14 points. Maybe we can supplement it with the notes to you later.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this virus is affecting all the Hong Kong people and most of the sectors. But of course, the measure that have been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may not be comprehensive enough to cover. For example, like now, especially those who need to travel to and from mainland China to work. I cannot see up to now there is a concrete measure to help them to face that new immigration policy. And what about measures? And also, I think Ms. Quad was talking about your whole thing that LegCo can pass the fun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How should that be done? Because earlier, we're seeing that people are, meetings are cancelled. And there's also, earlier, the plan has been to spend a long time discussing . We have urge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 to discuss with the LegCo chairman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earliest arrangement. Of course, nowadays, because of the virus situation, that might not be good timing for a full meeting. But other than meeting, is there any possible arrangement that can pass the fund as soon as possible? I think all kind of possibili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gCo chairman have to consider and think about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very urgent. And I think all parties, no matter which party, should support this kind of fund. I think befor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t us know what will be the usage of that fund. And tha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Because up to now, I see they are still consulting different sectors. And this is such an urgent matt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 people. And a lot of people, they face, you know, reduction in salary and all these things. Yeah, I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concrete measures to deal with. Just to clarify, do you think that the passing of this funding should be approved by LegCo first thing on the agenda for all meetings, depending on how they decide on arranging special... I think it all depends on the government's suggestion and proposal. So, but of course, I think not only that fund, now measures to fight again, this Varex is with utmost importance. Not only this measure, but other measures that may help to, you know, handle that Varex is also important. You know, some law and regulation, for example, right? Like, for example, if they need to pass law to regulate the mask, then it is also equally or actually most important at this moment. Therefore, not only about the money, but about everything that can fight against this Varex.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 to talk to the president to discuss what they are proposing because that is important.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 to talk to the president to discuss what they are proposing because that is important. Just to say, we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have a solution for the COVID-19 situation. 是可以受控的 有些措施我們相信是會涉及法例 有些措施是會涉及財政的建議 如果政府有具體的建議 而這些措施實際上是有幫助疫情的 阻止疫情的蔓延 我相信社會都是要求立法會要盡快處理 請問一下如果政府都是沒有做下一步的動作的話 你們會有沒有什麼跟進呢 會不會考慮主動向市民去派發口罩 又或者有其他的行動呢 過去我自己其實都在做全球的搜購 我們當然多謝很多熱心的人士朋友 都給了很多口罩的供應途徑 但是正如剛才很多議員都提過 確實現在口罩的價格好像海鮮價那樣 如果大家有去了解 真的每天都升的 我們在有限的條件下 我們都不斷是在做採購 那條件成熟呢 我們就會是派給市民的 那有部分呢 其實我們都派了給一些弱勢的社群 透過我們的網絡 那除此以外呢 我們也都在這段時候都收到一些 有心在香港設廠的 或者有生產線的朋友來接觸我們 那我們都希望和他們找地方 也都已經把這些資料交了給政府 那希望呢 是可以真是落實到本地生產 其實我們早前也都跟政府說呢 口罩這個問題 除非疫症是可以控制 如果不是政府都要想 要去想一些DIY 讓市民是可以用得到的口罩 如果不是呢 實際上全球供應是真的很緊張 除了DIY之外呢 可循環再用的口罩也都要想的 那我們希望政府都可以全球去採購 或者全球去找這些資料 因為口罩供應大家都明白 這是一個很實在的難題來的 就算現在各個不同地方都追緊 也都有很多限購 那如果政府不去想這些 即是不去走前一格再去想 那恐怕這個問題就會越滾越大了 那但是現在必須要看到的市場呢 就是一千元的口罩呢 我剛才問過不同區的朋友 其實很容易找的 大家落區都找到 那這些真是 在市民來說 就覺得政府完全不做事 就沒辦法接受了 那就是這樣了 好嗎 有很多新產的方面 有本來就說 政府是提供一些規格的那方面 就不是說太多 就你的理解是否這樣 政府是慢的 我們之前 我經我自己都起碼給了兩個廠家 政府希望他幫忙 那就 近日政府都是較為積極回應的 他的說法都是說希望 如果有這些廠商 有這些廠家 他會盡量去幫 不過我想過程 是要時間 但是現在 由於真的很急 那我希望 是有成效見得到 就是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我們都有不同的黨友 都是想著 有沒有條件 是幫到忙 但是都是 WIP中 有兩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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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幫助 幫助由香港政府交易與批准政府 因為我認為現在香港不僅是需要製作的衣服 但這類型的衣服也需要每個地方 因此是政府的行動 會否說現在的CSI口罩還有多少存量 可能有數量可以派給這些衣服 我們要求他把部份的CSI口罩派給小社群和老人家 例如一個星期的口罩是否可以派給老人家 另一個星期的可以留給有需要的政府部門用 但再一個星期的可以派給不同的群體 我們都提了 存量他沒有交代多少 他沒有交代多少 我之前問過懲教署 其實CSI口罩一生產完就給了物流署 就放回政府裏面使用 所以我想不是這方面 不過如果補充一下關於生產線那裏 我們收到的要求就是 有很多生產線其實都有很多很有心的商人 他們想買了一些生產線的 有些在內地買 有些在外國買 但買了其實運回來香港都是遇到一些困難的 如果在內地的出口那裏其實都有一定的障礙 除了生產線的入口之外 其實就是找地方 因為要一些防污染的廠房 其實都不容易找 我知道科學員其實都努力準備一些無污染的廠房 給一些生產線的 但數量都可能很有限 而且時間也很緊迫 除了地方之外 還有原材料 就是原材料的採購 和入口其實都遇到一定的困難 因為全球的生產口罩都緊張的話 原材料其實都有一定的緊張 所以各方面其實都需要政府去支援 積極去支援 否則其實那些商人、廠家 都未必可以很快速地在本地生產這個口罩 除了剛才你問我們民建聯在做些甚麼呢 我們除了是全球採購口罩 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 送給弱勢社群之外 我們其實都知道市民現在連漂白水、清潔品都是很緊張的 所以我們同樣都在做一些搜購工作 那有些尤其是中招的大廈 我們大家都可能在Facebook看到 我們有些議員都去送一些漂白水、清潔用品給大家 或者如果我們條件許可 也都會幫市民做一下團購的工作 那我們都努力 希望全個社會都努力一起去抗疫 好,我們的補充就到這裏 謝謝 謝謝